好的,下面我们进行课程 这一刻我们讲图像增强算法的研究 课程到了中间的这个阶段 下面我们逐步的要开始 我们基于现有框架之上的实际的算法 那么本课讲四个内容 第一个是全能扫描王的一个简介 我们想仿造的是全能扫描王这样一款APP 那么它实现了什么功能 为什么它非常流行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只能从这个 它这个软件实现的效果上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没有它的代码 也没有它的一些这个可立项的东西 但是我们从它执行的效果上 我们去进行一个模仿 那么首先我们在模仿之前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这款软件为什么这么流行 它成功于哪些地方 这是我们进行一个思维的基本方式 那么第二个部分 我们讲图像增强的一个简介 那么图像增强分为哪几个内容 因为哪些常见的图像增强算法 我们放在第三个部分 那么第四个部分 我们用PS首先来做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就是模拟出全能扫描王的 这一个增强的效果 当然效果可能比不上它 但是我们会将主要的这个效果实现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有了这个实验做基础 那么后面我们再 来逐渐逐渐的将这个PS的效果 PS的操作再变成代码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框架 就整合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的过程 全能扫描王的简介 那么全能扫描王它是一个APP 那么它的定位应该是很准的 就是用这个手机来进行拍摄 那么手机拍摄的图像可能像这样 它不一定很精确 所以它有一个图像的智能检查的功能 那么就是识别出这四个脚点 或者说尽可能的识别出这四个脚点 然后你进行一个人工的修正 然后进行一个Warp Perspective 透视变化 将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将它拉升拉直出来 那么这个在我前面的一个课程 这个扫描仪 这个课程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点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课程 或者我的博客里面相关的这个资料都是有的 那么它也提供了五种图像增强博士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增强并且锐化 那么这个是最优秀的 最终我们想实现的这个效果 能够将一个采集出来一个灰度的图像 变成一个底比较白 然后它这个显示的这些字比较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非常好 那么下面黑白那它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彩色转黑白的效果 灰度的话 这个灰度和黑白的差别在于 黑白它是二指化的 而灰度它是应该说是这个256度化的 这个对于我们OpenCV算法来说 就是一个是二指图像 一个是灰度图像 那么增量的话 这个增量算法也是有的 就是做一个亮度的调节 那么还有一个圆图 五种图像增强模式 这个是广告语了 实际上它是四种图像增强模式 圆图不能算是图像增强模式 它实现的最棒的效果 还是这个增强并且锐化 应该说非常的惊艳 非常的惊艳 可以手动的调节图像的细节 它在这个操作的时候 对于一些边角的操作 它可以进行一些调节 那么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自动返回扫描的结果 那么它这个最后结果处理出来 因为是在手机上使用嘛 要方便的去导到其他的系统里面去 所以它可以生成PDF 生成JPAC 它将这些功能全部集成了 那么最后它在这个 相当于成果转换上面 它提供了免费的账户 可以提供一些功能 包括后面它提供了一些 OCR识别什么的 那么高级账户团队版 那么它通过卖这个license的方式 来将这个软件进行转换 并且我觉得它这个公司做这个软件 不仅仅是卖这个软件 它实际上是卖 它这一套的这个体系 这个就不细讲了 那么可以看全能草莓王 它解决的问题是手机拍摄的 那么手机拍摄就会导致你 获得这个图像的质量不是太高 但是你又想在短期内能够立刻获得一个这个较高的扫描结果 就是通过这个软件来帮你增强 最后保持保存为容易风发的数据类型 应该说它这个上面做了还是很多的这个好的宣传 也有很多的这个用户反馈 怎么用的 比如一些相声教室啊 通过这个东西来拍卷子 然后把卷子打印出来 我看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证明这个软件确实有用了 那么对于一个图像处理这个软件开发者来说 软件能够得到广泛的使用是最好的一个反馈 那么全能草莓王应该说做的非常成功的 这也是引起我注意 引起我感兴趣 并且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图像增强的一个简介 那么图像增强是我们图像处理算法的一个峰值 什么叫图像处理 这个很宽泛 比如说这个图像的转换 图像的特别是图像的前景背景的分割 对吧 这些都是这个图像处理里面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分类 那么图像增强也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分类 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 我们图像处理最基本的目的是 之一是改善图像 那么改善图像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图像增强 改善这个图像显示的效果 让你感性上获得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结果 那么图像在生成获取传输的过程中 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损伤 什么意思 比如说图像在采集的过程中 由于这个设备的问题 或者说由于你这个采集信道的问题 造成了图像的损失 这个地方我用了一个图 网络截图 你看用这个iPhone4小米和这个Oppo不同的手机拍 同样差不多一个效果下的同一个人 那么就因为这个采集的硬件不一样 所以造成的结果不一样 甚至处理的效果就很不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从根上它这个图像 这个质量就不一样了 那么第二个是在图像这个采集的过程中 可能你原景 原来的这个景象就会有一些噪音的干扰 比如说下雨了 最为典型的这个下雾了 趋务算法 趋务增强是一个图像增强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重要的峰值 那么有很多这样的研究的论文 来进行研究 比如说这个一个论文的截图 不同的算法 得到同一个有物图像的不同的结果 那么非常有名的就是按通道去物 应该说提出了一个非常棒的概念 大家有兴趣 有时间一定要去看 那么第三个是成像的条件缺失 获得图像的轻易度偏低 那么典型的就是过曝了 你采集的时候 因为设置的问题 或者说光照的问题过曝了 过曝了 那么需要对这个图像进行一个处理 将这个细节 将这个过曝的区域去除 那么中对图像的退化和不足 前面的几个问题 几种情况 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那么改善图像的质量 以较好的满足实际的需要 是我们图像增强的目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图像增强 它是为了让我们人眼 获得一个感性的结果 所以它是一个从定性到定性的一个结果 一个过程 它不是说转换成一个定量的结果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往往和视频结合得非常紧密 它不是说要识别出来 这个图像里面有多少只鸭子 是说让这个图像里面的鸭子显示得更清楚 所以在我们图像增强的过程中 并不关心我们获得的结果 是否和原属图像一致 甚至可能人为的去激变这个图像 以达到视觉增长的效果 那么这个里方非常典型的一个 激变图像的效果就是微彩色 对吧 我们采集的这些灰白的图片 本身哪有这些彩色呀 本身就是一个灰度图片 但是我们为了去显示 让我们这个辨别识别者能够更好地辨别出这里面的细节 所以我们人为的去把它变成微彩色 比如说定义255是变异成红色 0是蓝色绿色 那么这样的话 根据不同的色调 将这个骨肉的图片也好 转换成了一种彩色的图片 看上去很明显 那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 处理这样的图片更容易就看出哪些是病道 对吧 那么第三个部分 常见的增强算法 那么图像增强按照作用域 它可以分为两类 基本的空域增强和频域增强 空域增强和频域增强 频域这个就是小波 就是复列 这个叫频域 那么空域的话 我们常见的这些图像增强算法 它都是空域的 就是你看到是什么图像 然后把它变换一样 变成另外一个图像 变成一个和它相关的图像 这个叫空域增强 那么空域增强是直接对图像进行处理 典型的算法 Equal case 脂肪图均衡 这个就是脂肪图均衡的一个论文里面的图像 从这个这样的效果到这样的效果 它基本上是能够 将脂肪图均衡的原理 大家稍微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 就看这两个脂肪图就能看懂 那么原来这个图像的脂肪图是这样的 灰度脂肪图 那么这个灰度脂肪图 它的问题在于哪里 在于它的从这个110120左右往后 它的这个高频全部为空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图像它是偏黑的 是毋庸置疑的 它绝大部分的像素 聚集在这个比较黑的 亮度比较小的这个区域 那么我们为了能够更好的显示这个图像的质量 那么我们将整个将这个120到250全部去掉 哪怕丢掉一些信息都没有问题 然后将0到120拉升到0到255上面去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样的话 对不对 这个图像是不是就是有更多的部分在这个亮的地方了 那结果上来看就是一个偏黑的结果 变成了一个更加偏让的结果 这个叫止光度均衡 它是一个全局算法 那么有全局算法就有这个局部算法 那么CLAFE就是非常典型的局部算法 这个就是OpenCV自己也有实现 我在博客里面也专门做了研究 这里就是点一下 那么首先它是一个局部算法 它首先将比如说将我这个图像 封成8×8 16×16这样的小的模块 然后它对每一个模块进行增强 小块每一个块进行增强 它增强的方法 你就可以理解它是对每一个块进行止光度均衡 当然它比止光度均衡 它还多做了一点 它把这个高于某一个预知之上的这个像素 把它拉下来放到这个底上面去 所以它叫这个控制过曝的一个控制萌线的这个局部脂肪度增强 HE就是脂肪度增强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得到非常典型的这个血管扫描图像 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的增强 但它自己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画这个框子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它这个图像 最后这个块化非常严重 虽然我们会做一些平滑过渡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还是有块化 特别边缘 有块化的这个现象的存在 所以这个CRVG它的自己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在划分的时候能够用拉布达斯 或者说用金斯塔拉布达斯这种方法来进行处理 结果就会更平滑 当然这个算法也更复杂 这是现在研究的方向 CRVG AHE也可以用于去物 大家可以直接去试下 比如说这个图像原始图像有物的 那么用CRVG AHE 将这个原图像分为三通道 然后每个通道做CRVG AHE 然后再叠加在一起 那么可以得到一个去物的效果 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应用 那么下一个这个就是线性滤波 什么叫线性滤波 高丝滤波 中值滤波 双边滤波 Bullet 那么这些都是这个线性滤波 那么高丝滤波中值滤波 它的直观的结果就是可能这个图像变模糊了 因为它是一个通过高丝的方法 或者通过去平均值的方法 将一个范围类的图像去取一个 将它变为一个平均值 或者说取一个高丝变换的值 所以会变得更模糊 但是一般来说双边滤波 你从肉眼上看 可能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是双边滤波它用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一个图像 你要进行一个处理 你要去寻找它上面的一个特征点 如果你直接用圆图像来处理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噪音 如果你这个时候 首先对它进行一个双边滤波 然后再进行相关的处理 可能效果比较好 这个就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变化 那么锐化 锐化将这个图像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箭头画反了 这是圆图 这个是锐化的效果 USM将这个图像 它的细节更明显的显示出来 局部标准差 实现对比度增强 那么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乳房的图像 通过这个ACE算法 能够将它这些细节 包括一些血管都显示出来 这样的话 如果有病罩的话 就可以更清晰的显示出来 这就是医学上的一些典型的应用 我上面说的这些算法 全部在我的博客里面是有的 大家可以找 我还有开源的算法库 我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会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那么常见的增强算法 维彩色 它也是一个图像增强算法 空域的 空域的对吧 它就是一个图像变为了 另外一个图像 用的就是一套变换 那么我们OpenCV里面 有这么12种 围彩色的这个 围彩色的这个 预制的这个 这个方法 预制的方法 如果我们想自己创建一套新的围彩色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 修改OpenCV中相关的代码 对这个库进行重新编译 那么这个我也做过实验 博客里面也有 比如说我们本来有一个 蓝色的这个图像 这个是黑到蓝 黑到蓝到白 我们想把它变成 黑到绿到白 因为我们觉得绿色可能比较显著 这个时候可能 按照我说的这种方法 重新编译 OpenCV 那么曲线调整 什么叫曲线 就是这个 这个图像 它的这个 RGB的一个分布 比如说 作为一个类似于 这样一个网上提的一个效果 这个用Photo效果来处理的话 它里面有自动 我们说调曲线 调曲线 自动调曲线 那么左边这个图像 调整过的效果 比右边这个图像 更显著一些 特别是一些 竖林的这些细节 那么这些就是 常见的 频率的图像 经常算法 应该说我们经常会遇到 但是我们遇到的 这些只是一些概念 我们还没有办法 把它变成算法 变成可以运行的 复用的代码 那么这个在我的 算法库 GOCVHAPPER里面 全部都有实现 那么在最后一刻 我们会进行介绍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 着重要看 我们要用的这个东西 我们要实现的这个 类似于 扫码王的这个效果 我们用哪些东西 用哪些算法 可以把它叠加出来 那么频率处理 频率处理的增长算法 它是在图像的 某个变换域类 对图像的变换系数 进行运算 然后再力变化 得到了一个效果 最为常见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经典的这个例子 就是你转换到频率 也就是转换成 这个复利液 这个极数以后 你对它进行加运算 就相当于你原来的空域的 成运算 那么这样的话 运算量就大大减少了 特别是我们图像 它的运算量是很大的 一个1000乘1000的这个图像 单针的图像 你可能做一个加运算 做一个乘运算就要做到100万次 那么变成加运算 这样的话就减掉很多次 那么你再变成视频 就乘很多乘在里面 那么频率的这个最典型的应用 就是小波变化 小波变化 那么这个地方 小波变化的原理是什么 我就不细讲了 这个地方就讲一下 我对小波变化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一个理解 那么左边是一些小波变化 它自己生成的运算子 而右边是我们通过 现在的这个深度学习算法 CNN 它生成的一些运算子 那么这些运算子 它的特点在于哪些呢 在于哪些呢 左边和右边非常的相似 那么现在系统的理论是认为 CNN它通过训练 这个深度学习系统通过训练 它能够得到 尽可能的得到 你现有所有图像的一个 实现它这个细节的一些效果 所以说小波变化 它模拟出来的这些 相当于基本的算子 是可以用来 模拟实现我们这个 所有图像的细节存在的 为什么它能够像 这个显微镜一样 很好的去模拟所有的图像 就是因为它本身具备了 这些细节的效果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讲这么多 那么小波变化或者说 嘎波变化 它一个典型的应用 就是对这个指纹的增强 这是我实际做过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左边的指纹 是我们采集的一个指纹 这个指纹它效果比较好 还有更差的 那么通过我们嘎波变化 能够变成右边这个效果 那么这样的话就更为显著 我们对这个图像再进行 分割来判断 我这个指纹它的这些节点 这些特征 什么锣 轮 这些东西 就比你直接处理这样图像好多了 实际上右边这样图像 它就能够代表左边这个图像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 嘎波的变化 那么这个就是图像增强算法的一些 典型的应用 那么最后第四个部分 我们用PS来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大家可以自己来做的 所以就看我的课件 自己来做一遍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效果 首先我们手机拍一张需要电子 拍一张这个纸质的图像 如果没有的话 不方便的话 就用这张图像就可以 那么这个图像 相对来说黑一点 黑一点 网上找的一个图片 没什么意义在里面 但是它因为是手机拍的 所以光照不是太明显 那么打开photoshop 复制图层 得到图层一 这个圆图层是被锁住的 你复制一个背景 然后对这个图层一 就是你这个背景图片 使用高丝模糊 这是滤镜啊 半径100 当然你用其他的半径 也可以你自己试一下 半径100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图片 你也不知道代表什么东西 但是好像跟原来这个图片 有点一样 然后 你改变图片一的混合模式 选择画风 不是里面好多模式吗 你选择画风 然后你再添加这个曲线 调整层 你将这个图片压暗一点 你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效果就非常类似于 扫毛衣的效果了 很棒 对不对 你一定要做一下 非常的有趣 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但是现在留下了几个问题 这个就非常类似于扫毛王的效果了 这个也是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的 留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 画风 这是什么操作 这个是什么意思 画风是一个名词 它到底是个什么操作 不知道 第二个是 那么如果我知道了这个操作 如何将它翻译成OpenCV代码 我要变成一个我自己可以用的代码呀 怎么翻译 第三个 这个操作的原理是什么 那么我们将这些东西 留到下一刻来讲 那么建议大家先找资料来研究 画风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能找到的 实际上我的博客里面就有 当然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当时我也是想了一些方法 才把这个东西找到的 因为你本身你没办法知道 它是怎么做的 但是我能画它实现 那么大家一定要去研究一下 自己怎么去研究这些方法 因为你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 往往就是可能这样的资料非常的少 或者说存在一些宁心的地方 如果你能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 这个就是你核心能力 那么本课讲了四个内容 第一个是全能扫茫茫的简介 然后我们对图像增强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最后我们又发作效果 做了一个扫描的实验 应该说非常的有趣 我当时实现了以后 感到非常的惊艳 非常的想搞明白 这个算法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花了大概有半个星期 三到四天的时间 才逐步逐步的去进行了解 那么最终大概花了有半个月的时间 才把它实现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课程的意义所在 一套一个应该说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算法 那么这个就是本课的全部链容 感谢学习之词 希望有所帮助 我们下课再见